有很多60后70后的女人觉得自己这辈子过得挺亏的 按理说 这两代女性呢 感受到时代的红利 创业成功的很多 事业成功的很多 经济条件好的也很多 很多人到了退休年龄 退休金也很高 房子也多呀 好像物质条件什么都不缺了 但他们还觉得亏 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太缺爱了 我见过很多60后70后的女性 就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我们小时候缺父母的爱 结婚了缺伴侣的爱 年老了缺家庭的子女的爱 我们是最缺爱的女人 我们都知道女人是需要爱的滋养 才能舒展 才能柔软 才不会干枯的 可他们很多人一辈子在情感上都是亏损的 在心理上都是压抑的 年轻时茂 为了生存跟着老公一起 顾不上一点儿女私情 整日整日的跟男人一样在外面打拼 干事业奋斗 他们为了家庭的稳定 家里的家务活 孩子老人的照顾 都是他们自己一个人扛自己一个人做 为了家的完整性 就算老公在外面各种场面活 他们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忍着过下去 我有一个69年的女性客户就跟我说 那你怎么办呢 我跟她吵哭闹过都没用啊 我总不能跟她离婚 让老人着急让孩子没爹吧 60后70后这一代女性 他们所处的时代 周围所有人的观念也都是 两个人无论怎样苦都得把日子过下去 因为人啊 在没钱的时候对情感的需求是非常粗糙的 挑剔嫌弃忽略 甚至背叛都没有生存下去重要 所以60后70后的女性 觉得自己活了太亏了 时间给了别人 精力给了别人 关心给了别人 就连自己的身体健康都给了别人 而到老了才发现 自己忍了一辈子 期待了一辈子 渴望了一辈子的爱呢 到了快退休的年纪 这辈子都可能得不到这个爱了 这种感觉就像是这辈子都白努力白富富了 而且更让人难受的是 这种巨大的失落感和悲伤 还谁都不理解 我有好多五六十岁的客户姐姐就告诉我说 我家孩子都跟我说 妈家里钱在你这儿 行呐呗 至于我爸要怎么玩 你这辈子都没有管住他 你现在管他干嘛呢 他们就告诉我说 孩子这样说的时候 他们感觉更孤独更痛苦了 因为他们的孩子 生下来就是活在一个物质聪沛的年代 他们是真的理解不了 六七十年代的妈妈是怎样像男人一样 和爸爸一起奋斗吃尽苦头 却没有得到一点点的爱走过这么多年的 所以他们的孩子无法理解 为什么妈妈到了这个年纪了 怎么像没活明白一样 像一个不懂事事的小姑娘一样 怎么变成恋爱老了 怎么妈妈不能清醒的去权衡利弊呢 可是一个女人 就算年纪再大了 她还是女人 她最需要的就是爱 而且这个爱就应该是来自于 她陪了一辈子的男人给她的 所以六七十年代的女人 真的很容易觉得自己非常非常亏 非常非常委屈 而这种得不到爱的绝望感 早就已经让他们痛苦到麻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